詞曲 李宗盛 蛙議員 Pecky 在我們的專欄裡面 我也說 他也是一個上班族 三餐幾乎都是在外面用便當 或者是吃外面較進來的便當 他說這是老外 老是外食 他問說這樣的情況之下 壓力有很大 有沒有辦法讓他體重能夠稍微再下降一點 我看了一下Paget的資料 他170公分 體重70公斤 的確以美的觀點來看 是可以再瘦一些 外食族通常比較沒有的挑選 通常是吃便當 因為便當為了好吃 所以一定做的比較油、比較鹹 甚至是比較甜一點 口味重讓你比較覺得好吃 在這樣的情況下 難免就會使用過多熱量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如果你要用便當的話 其實有一種減肥法 叫做便當減肥法 我們講兩個便當的減肥法 什麼意思呢 我們買兩個便當 我們吃兩個便當上面的肉、魚、菜、蔬菜類的食物 然後豆類也可以多吃 但是我們把飯只吃一個便當的一半量 菜就變成兩個便當的菜分量 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可以適度的把一個大概600卡的便當 減少到大概等於400到500卡的熱量 這樣子的話呢 你可以吃的營養足夠 那麼又有均衡可視的熱量 又可以適度的減少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達到這個外食足 也可以減少熱量的這個需求 那至於壓力大這個問題呢 我們以前也提到過 它會造成一種叫壓力型的配方 所以Peggy呢還要適度的去尋找 能夠讓它釋放壓力 那也能夠呢 不要吃 換句話說是改采用不需要靠吃也能減肥的這種 釋放壓力的方法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達到外食足、老外足能夠減肥 同時又可以排除壓力的一個方法了 花花呢 她是一個很健康 可能體重也維持得不錯的一個女孩 可是她問說 她愛吃這個麻辣火鍋 那有沒有辦法呢 愛吃麻辣火鍋又不要發胖 那這個問題事實上 很多女性都是有共同的這些疑問 尤其是到了冬天 我們非常愛吃火鍋 那女性又特別愛吃麻辣鍋 那這個時候呢 如何讓她愛吃麻辣鍋又不會胖 那根據我們這個營養上的分析 我們知道這個麻辣鍋 其實它主要的熱量來源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它的麻辣鍋 它那個湯底因為非常油膩 所以它的熱量非常的高 有人統計說一個麻辣鍋 如果你全部把它吃光光 甚至它熱量可以達到2100大塔 那換句話說 我們一天所需的熱量一個鍋 就可以把你全部都補足了 那如果這個時候你再有其他兩餐 那等於就是爆掉了 那另外一個熱量來源就是 它一些加工食品 油炸類的食物 例如說像一些丸子啊 或者是一些薯泥啊 或者是一些麵 那個所謂的泡麵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呢也是高熱量的一個來源 再來就是說 它有些食材啊 它會吸收麻辣鍋裡面的油的成分 所以也很容易讓大家吃進太多油 例如像豆腐 動豆腐這種東西出手裡 它會吸附很多的油脂 這些東西本身熱量都非常的高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要吃麻辣鍋呢 其實要注意避開這些東西 那怎麼說呢 我們以前講食安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說要少量多樣長變化 同時呢要少糖少油少加工 少糖少油少加工 裡面這個少加工的原則就是告訴大家 像這些工廠做出來這些丸子類的東西 基本上來講 它的製作過程都會有一些健康上的顧慮 所以這個東西要少吃一點 再來就是像這個 我們講會吸附油脂的東西也不要太多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要吃麻辣鍋 一定什麼先吃肉嘛 對不對 然後再吃再煮一些蔬菜 蔬菜會吸附油脂 你可以把它淋一下 那肉吃了 菜也吃了 事實上這時候有點發很飽 這時候再來點新鮮的蔬菜 新鮮的水果 那其實這樣就已經差不多 這個有很飽的感覺了 那其他的丸子類的盡量減少 這樣就可以減少很多熱量 辛惠呢 他會說 他呢 這個喜歡吃麵食類的東西 那他會說他的晚餐呢 喜歡吃水果 用水果餐 甚至再加一顆薯米 他會說這樣的方法呢 有辦法讓他能夠再進一步的減肥 或者減少熱量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知道麵食類的 米飯麵食都是我們的主食 那他的熱量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常講 世界各個民族 只要是拿來讓主食的 大概就是高熱量的東西 比如說像西方人他們喜歡吃那個 馬鈴薯米對不對 那像我們吃米 吃飯 吃麵 那有些民族生的吃一些小麥 大麥之類的東西 這些東西啊 基本上都是高熱量的 他可以應付我們一天啊 這個 比如說你工作 消耗掉很多熱量 這些熱量的需求 是可以靠這些來補足的 那他有提到說他晚餐是吃水果 水果餐加薯米 基本上來講這樣的這個成分呢 我們知道薯米是澱粉類的嘛 那水果裡面當然他是水果 可是他也有一些澱粉在裡面 像果糖這些東西 所以幾乎沒有蛋白質的一個晚餐 那這樣的情況下呢 在減肥過程當中 事實上是不利的 我會建議他呢 在晚餐呢 適度的加上一些動物性蛋白 或植物性蛋白 例如說我們可以吃一些 米 蛋、豆、魚肉、牛奶這些食物 那蔬菜多一點 那這個薯米適度就好 不要太多 這樣的話呢 我們纖維質也夠了 那一些礦物質衛生素都夠 同時呢 我們蛋白質在我們減重的過程當中 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可以應付我們一天 基本代謝的需求 同時他會比較有飽足感 如果他光吃水果餐 加薯米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現象就是 他可能六點吃到九點 他就非常餓了 那如果他的生活型態是晚睡 他就有可能在睡前 因為餓的關係 其實受不了了他又去吃了另外一餐 這就是大家所 購病的所有的消夜 會導致肥胖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建議 晚餐應該要適度的增加蛋白質 然後再燒一點薯米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有一位王先生呢 他問到 他說 他的身高162公分 體重是74公斤 他說呢 有人教他 運動配合輕斷石 他認為這樣子可以幫助燃脂 他的疑問是什麼是輕斷石 那如果這個要做輕斷石 該怎麼攝取 所謂的輕斷石呢 是大概一兩年前開始流行的一種 減肥的方法 就是認為說 我們每一周 有一到五是工作日 我們可以正常吃 那六日是假日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兩天 幾乎是等於一樣 吃喝水 或者吃一點點清淡的食物 幾乎是等於斷食這樣的情況 認為這樣可以做減肥的這個幫助 那我覺得呢 這個當然如果說你做起來沒有困難 我並不反對這樣去做 那可是輕斷石呢 我覺得他有幾個 比較不容易成功的地方 就第一個 我們知道到了假日 本來就是快樂的時光 這個時候吃也是一種快樂 可是卻要在這個時候呢 叫你完全不吃東西啦 那基本上來講 會有點違反人性 會覺得不快樂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輕斷石有沒有效果 他當然有效果啊 對不對 因為他這兩天 如果說一天需要兩天大卡的熱量 這兩天幾乎都不吃東西 只喝水 那當然他是有可能讓你瘦下來的 可是呢 在這個瘦的過程當中呢 因為什麼都不吃 可能只喝水 或者就是一些粥 或者什麼 熱量低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會導致你的營養 會不夠 熱量也不夠 那如果 你知道我們的腸味道 它的熱量來源 有一半是從 腸道消化的食物當中吸收的 另外一半是 血液循環提供它 黏膜上面的細胞 所需的養分 那你斷石之後呢 這個細胞本身啊 缺少這個食物當中 來的這個一半的營養 所以兩天之後呢 黏膜可能有點萎縮 受傷了 這個時候如果你在星期一 突然間又變成大吃大喝的時候 有可能呢 這些食物分子 還沒有完全消化 就從這個破損的聯合當中 吸收到血液循環當中 其實這種大分子進到身體裡面 對健康上是會有危害的 所以我建議 只要每餐都能夠營養均衡 熱量減少 這樣就會有這個長久 持續的這個減肥的效果了 那不必要說 每天固定 每週固定兩天 完全不吃 喵喵呢 那在我們的專欄裡問說呢 他從小就有喝很多水的習慣 可能是因為家人 這個有這樣的教育 那他說他現在呢 每天幾乎喝兩千CC的水 呃 除了此之外呢 早上還會喝兩杯咖啡 晚餐還會喝熱湯 加起來每天大概 超過三千CC的水分 那他問說呢 這樣多的水分 對於減肥 到底是有好處還是壞處 會不會因為喝太多水 變成這個喝水也發胖 因為有人說這個 他們連喝水都會胖 基本上 我們先建立一個正確的觀念 喝水其實是不會胖的 喝水會胖是有散熱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你那個水裡面有熱量 比如說你喝的是 酸糖的飲料 對不對 或者呢這個水分裡面 有加了一些 熱量的一些材質 比如說有人講 吃冰會胖 因為你冰裡面有很多料 那些料 那些料本身有熱量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可能 心臟不好 心臟不好的人呢 它們半磨缺醇 它們水分拿不出去 所以它們最寄水或全身 寄這個現象 再來一個就是腎臟不好 腎臟不好的人 它水分都寄在裡面 沒有辦法把水分代謝出去 只有這些狀況的情況之下 才有可能這個喝水發胖 那喝水到底 如果不發胖 難道是越多越好嗎 這個要小心 英國曾經發生過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個這個太太 她想減肥 結果她去找一位營養專家 這個營養專家 建議她喝大量的水 叫她一千喝三千五百七七 結果她喝了以後 她一個禮拜 她開始有點噁心嘔吐 她就問那個營養師 營養師跟她講 噢 這個是排毒的現象 你呢 還要再進一步 再更多一點 然後呢 減少吃鹹的食物 結果她聽她的話 水就更喝 喝更多 然後完全不吃鹹的東西 結果呢 後來導致什麼 水中毒 水中毒以後 就整個腦部 電線發作 後來呢 它腦部造成永久性的損傷 結果導致整個人 就毀掉了 所以水不是越多越好 通常好 我們要看你的工作型態 當然你流汗多 你喝水多 流汗少 水不要太多 每天就是保持有喝水的習慣就好 那怎麼樣才叫足夠 很簡單 從你的尿量去來判斷 你排除了尿呢 這個很清淡 沒有什麼腥味 那大概水分就是夠了 不必要刻意再增加 除非你喝 你的尿呢 排出來是很臭 很清 很黃很濃 那就代表說你水分不夠了 這時候就應該適度地增加 這樣就可以了 你不去披露 你不去吧 有石油 你不去嗎 我可以去看你 我不去看你 你不去看你 最新年齡的活動